女人停经前有哪些症状 如问医生特邀专家谢玄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人医师 女性绝经前会有哪些呢 首先她在学习她的年龄的关系 她可能会进入我们叫个微绝经期 她会在绝经之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年半年 她首先出现了月经紊乱 可能呢就是说首先是月经周期紊乱 或者说几个月来一次 或者说一个月来几次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月经量 和月经的持续时间都会发生紊乱 或者量很大 或者量很少 或者持续的时间非常长 或者呢持续的时间又比较短 总之来说呢 就是在绝经之前会发生这个什么呢 月经紊乱 这是最常见的 甚至呢另外可能还会伴随一些躯体的症状 比如说呀失眠啊 情绪不稳啊 或者比较烦躁啊 或者情绪呢特别容易波动 容易激动 或者说又容易情绪低沉一些 这些呢都是一个 这个时候 刺激素的水平呢怎么样 不够稳定 水平有所变化的时候 可能会对机体的神经系统 其他的内分泌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所导致的